從第八屆來講 憑良心講 國民黨第八屆的不分區 應該是大概有一半是非常明顯 是代表專業性的 那另外一半我就不談 因為我也不懂 那這一半呢 我覺得就我的接觸 表現都非常好 非常認真 非常專業 非常盡責 我們都是非常兢兢兢兢的 就專屬於在那個委員會裡面 你知道嗎 我第三年不在財委會 對不對 我第三年在哪裡呢 我在司法法治 他們找我就是財稅 可是實際上在這三年嗎 所以進來以後我當然 第一個當然就先想到說 我當然就在財稅委員會 但是我進來以後才知道 發覺說不一定 不一定是說不一定在財稅嗎 就是意思就是說 你雖然是財稅專業 他要你們進來 但是在國民黨的規劃裡面 並沒有延續性的說 我今天請曾教授來 他是財稅學者 我們要請他的幫忙是這個 所以他一進來 你們任何人都不用講 他當然就是在財稅委員會 這是我們的規矩 沒有喔 OK 所以他請我來了以後 所以我一進來以後一看 喔 還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對不對 還要填志願 填志願以後還不一定會是你 OK 所以我從第一年進來 就經過掙扎了 那是你們不知道的過程 是經過很多努力的 才爭取到的 你說爭取到財政委員會 你看第一年不是喔 我第一年是第二年也是 第三年就不是了 OK 那不是的時候你有反應嗎 當然有 哇 那麼細 但是他一定會告訴你說 我們希望你的專業的幫忙是什麼 OK 那當時他當然就是因為 要做財稅改革嘛 那當然這個部分 我當然義不容辭嘛 OK 只是接下來有這麼多 需要配套的 我只是沒想到嘛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 我以為說那進來 那竟然是希望我財稅幫忙 那我當然就是只能在財政委員會 因為其他委員會我也不懂嘛對不對 那當然就 結果沒想到不是 進來以後還有他遊戲規則啊 什麼年資 什麼要算年資啦 然後什麼什麼 你進來幾屆啦 或者是你曾經 呃呃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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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阿我才剛進來我幾乎是零啊 對不對 那我怎麼可能就進來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了 那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是為我自己 而後來不在財委會 抱怨 我不是指這個 我的意思是說 從體制上來講 我們從 不分區委員設計的功能的角度來看 尤其現在馬上又要再提了 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的建议 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 每一次在碰到要提名的时候 才去做一些个别因素的考量